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因素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把患上类风湿关节炎的高危风险降低一些 类风湿的发病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比如说牙周炎 咱们说经常牙周炎的病人 要注意他有没有类风湿的可能 如果出现关节疼了 那么还有就是吸烟的病人 这也是有相关的 那还有就是一些环境里头的潮湿寒冷刺激 经常寒冷刺激 它可能刺激关节的血液循环有问题 也会诱发这个病的 那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女性的患者 环境因素 然后还有就是像我说的分娩了 感染这些因素 它是一个复杂因素以后导致它机体的免疫紊乱 注意它不是免疫低下 所以你不要吃免疫增长剂 提高免疫力的药 提高免疫力的药 对它来说没有什么效果 那预防呢 就是保持心情舒畅 其实情绪对很多疾病都有影响的 那么就是还有就是你吃 就是环境里头不要老接触这种寒冷 像女孩子冬天还穿的很少啊 容易使关节受凉啊什么这样的 那么对这种环境 健康的环境 生活方式都是可以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 所以刚刚您的这些建议 对于云生和云锦来说 应该是更为重要一些的 对 那对于金阿姨跟康阿姨来说呢 他们可能也出现了早上起来的时候 沉浆啊 然后也有一些手指关节的疼痛 他们将来应该怎么去 就是积极地应对肋风式关节炎 我觉得一个是注意关节有没有肿 如果是没有持续加重 没有肿 单纯的关节疼 有的时候会有 随着年龄的增大 会有股关节炎的出现 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 长骨刺了这样的病人 他也会出现一点点僵 但一般很少超过30分钟 就是很轻的 那这样的病人呢 你在做一些功能锻炼上 还是要注意的 可以慢慢地去活动关节 然后不要使 像这个膝关节如果受累了 就不要去做爬山的运动了 就是走平路啊 可能对关节损伤小一些 你刚才提到要积极地锻炼关节 对 锻炼关节 怎么样呢 是做手指操这样吗 可以啊 可以 还有一些 像我们在病人恢复阶段 我们会做一些握力的锻炼 这个握力锻炼这个球 我给大家试一下 这是一个10公斤的 这个很压力不一样 压力不一样的 每一个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10公斤 它不用太用力就可以捏到了 你感觉到 然后一开始你可能用一个 很轻的这个球去锻炼 锻炼好了以后 可以逐渐增加 它那个是一个20公斤的 这个有点费劲 对 有什么不同吧 云锦 就是捏起来 要用力多 对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一个40公斤的 是吧 什么感觉 这个好费劲 对 就是这样不同的公斤数 就是希望是一点一点增加锻炼的强度 不要一上来说我关节不肿了 我没有问题了 我一下子就增加 那你可能怀而死病情加重了 回去之后多锻炼锻炼 活动活动 对对对对 谢谢 谢谢 谢谢